花莲县服务的激起地方创业者的创新之火 精心策划了花莲县地方创生交流沙龙的系列活动 并在今年7月陆续办理 而收藏活动将在今天在花莲县府大礼堂举行 本次沙龙邀请到了台湾地方创生基金会的董事长陈美玲 好市交易所执行长罗伟明 以及台湾ESG旅游推广协会的副理事长苏慎珠 协力传授相关的经验 最重要的观点资源带到花莲来 也希望让各位能够寻找或者是借着他们的力量 能够物质往前增长 我们一直希望可以让花莲有更好 我想说借由县长其实一直积极在念到这些事情 把这些他的看法给大家 花莲县府今年委外成立花莲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推动地方创生事务 提供不论是个人或是团体咨询服务 期盼促成更多产业发展 为了挖掘创业的契机 以及帮助企业面对各种挑战 在今年暑假举办地方创生交流沙龙系列活动 分别在北中南举行 22个县市 说真的 每一个县市都有自己的自然环境 有自己的人文环境 是不相同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非常的强调 每个县市要做自己 不要看到别人什么 我就去模仿他做什么 人家做什么好像很好 我就去学人家 不对 地方创生在台湾 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 绝对没有SOP 不要把别人那套模式就拿来抄 你一定抄 再怎么想 就不适合你自己 那这个也是我跟当时候科市长 因为他是一个SOP专家 他什么都要SOP 他很挑战我 他说为什么没有 我就说台湾在短期内 大家知道我们人口不可能增加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 整个的国土的居民发展 在短期内也没有办法 很快就能够发挥 那种所谓的 好像眼睛一闭 那个仙女棒一点 就会均匀发挥 不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慢慢的 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才可以 所以绝对没有SOP 那他的相对性就怎么讲 就是要去中心化 不要有那种由上而下 我们要由下而上的长出来 长出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必须要做出我自己跟别人一模不一样的东西 特色出来 我没有了特色 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品牌 所以花莲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广南县地方创生交流沙龙旨在 探索地方创业的机会以及挑战 汇集智慧以及经验 点亮新创思维探索创业的机遇 共同开创繁荣的未来 透过三位云潭人 分享他们对专业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经验 提供宝贵的创业建议 这些参与者的创新思维活动当中还举行交流互动环节 让参与者能够深度探讨创业议题 并且寻找合作的机会 除了协助地方创业者掌握市场的趋势 拓展网络之外 这也是相互学习交流合作的平台 期盼大家能够共同推动花莲线 地方创生的发展 记得就容易化作的